- 刚才不好意思丢脸,因为毕竟这27年一路走来真的不容易,所以刚刚很怕会让所有一直支持我的,观众朋友也好,认识的兄弟姐妹们也好,给给我机会的贵人们都好,我很怕让他们很失望的,因为今年是最接近奖项的一次的感觉。 因为之前在宣布入围的时候,就是还没得奖的时候,大家就已经给了我很多精神喊话,然后很鼓励我,所以我会觉得说,如果万一真的没有办法上台,会真的是很荡荡的失望,所以当时涌上心头的事,一来是压力释放的,第二是自己也觉得说,终于锁得晕开见月明,然后最主要也是让家人也看到我的努力得到认诺。 我觉得要得奖,总是要有各方面的因素,那总要很多次入围男配角,甚至亚洲的也入围过,然后男主角也入围过,可是总感觉就好像欠了,只欠东风的感觉,就可能某一个因素就搭不上来, 我总觉得,不经一番寒测谷,哪来的梅花不影响,就是说,你有更好的任务在后面,所以你现在要先磨练一下自己,觉得说,没有为自己不值,如果我觉得愿天尤人的话,总要不会在27年来,大大小小的角色,有好多年我感觉说,我演的甚至都称不上是配角的角色,我都用心地把他演了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